90%的人都不知道的巧技口诀 快来看看有没有你 接下来这条口诀教会大家如何养成良好的使用习惯 使万用表的读数分加准确 防止烧毁万用表 第一条测量先看档 不看不测量 这里是准备测量时需要再核对一下测量的类别 以及量程的选择开关是否对应位置 如果说我们的测量值过大 而选择的档位过小 则可能导致我们的一个档位烧坏 第二条测量不拨档 测完拨空档 首先如果说我们在测电压时 我们先把它拨到电压档 当我们在测完电压之后 一定要把它拨回到空档 然后再进行下一个档位的测量 如果说我们在测量电压时 然后将它的档位打到其他的档位上 那么则可能导致这个通道一个损坏 第三条表盘音水平读书要对阵 这里指的是我们的一个指针式万用表 当我们在使用指针式万用表时 我们的万用表应水平放置在这个桌面上 读书时我们的视线应对准表针 第四条量程要合适 针片过大半 选择量程 视线无法评估测量值大小时 我们应该先把它的一个量程调至最大 现在我们就已经调到最大了 如果说我们的测量值 它的实际测量只有40A左右的话 那我们在测量时可以根据它的实际值大小 来将它的档位进行调节 这样的话会方便我们观察它的一个测量结果 第五点 测而不带电 测随先放电 这里是指测电阻和电容 当我们测电阻时 直接将它的表笔接到它的一个电阻两端就可以测 当我们测电容时应该先放电 就是将它的两个表笔先转接 然后进行一个调铃 调铃过后呢 我们再测它的一个电容 这样的话会防止它的一个测量值误差会比较偏大 第六条 测而先调铃 换档去调铃 当我们在测试电阻之前呢 我们应该先将万用表进行一个调铃 调铃过后 我们再测量它的一个电阻 换档去调铃 是指我们在测量不同档位时 先把它的一个档位进行调铃 然后再进行一个测试 第七条 黑服要记轻 表内黑阶阵 这里呢是指的一个接线 首先可以看到 我们这里呢是红表笔接正 黑表笔接负 在我们的测量过程中的话 这里是要注意的 就是说我们的红表笔 一般是接在它的一个正级 当我们在测电流时呢 我们可以将它接到这边这两个孔 第八条 测癌应串联 测诱要并联 这里呢是指 当我们在测电流时 我们需要将这个弯用表 在电路中进行一个串联 也就是把我们的弯用表 当成一个导线的形式来 将它串联起来 当我们在测电压时呢 我们需要将 万用表与我们的电路进行并联 也就是说将它的 正负表笔两端 与我们的电路正负级来进行连接 第九条 急性不接反 单手乘习惯 这里是指呢 我们在测量电压电流时 我们的急性不能接反 如果说我们的正负急性接反呢 则可能导致我们的万用表烧毁 单手乘习惯 这里呢是指 我们一定要单手操作 这里呢是为了我们的一个安全考虑 本期视频到此结束 我们下期再见 了解更多 点击关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